随着端午结江至了离活水湖的龙州赛脚步越来越近 而上次介绍过的台东县消防局已经蓄势待发 来看看这一次我们采访到哪一个单位 好 根据上次呢本台记者郁城呢也采访到了消防猛男 但是今天呢慧如呢也实地来勘察一下到底现场我们还有谁正在默默的耕耘要夺下今年活水节的冠军呢 有没有信心可以拿到第一名 有 我们从过年之后就慢慢动起来 其实一天一次五十个伏地挺身都没 然后如果说对手现在正在看电视的话 有没有什么话告诉你的强劲对手知道 尽量放马过来吧 是 那有没有预测今年比较觉得强劲的对手是哪一对 强劲的对手应该是警察局啦因为警察局每年都拿第一嘛 那去年我们在遗嘱里面是亚军那当然我们的目标啊 就是警察局嘛 看到他们活泼生动的样子 该是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持续本台会再继续到火水湖来做相关报导 掌握最新的选手动态 放宝过来吧 我们会到第一道 上 以上新闻由东台新闻部 正会如张玉成台东报导